据香港中平社2月13日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连续两天派出多架战机绕台飞行 华东十大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筹长根表示 大陆派军机绕台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又是警告民进党和警示美国不要玩火过头了 筹长根认为民进党现在对大陆有很多误判 对自己也有误判 一方面 民进党认为现在大陆在抗击新冠疫情 无暇顾及台湾 但实际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来不会被忽略 另一方面 民进党认为自己在大选中获得了800多万票的支持 好像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实际上从选票结构分析来看 并不是这样 还有600多万票投给了韩国瑜和宋楚瑜 蓝绿两党正党票 基本是33%的平盘 筹长根表示 赖清德这次以个人身份赴美窜访 是美国少数反华青台政客邀请 并不是美国政府正式邀请他访美 美国政府也不会愚蠢到 出面邀请 赖在整个窜访过程中 也苍苍叶叶 民进党自我感觉良好 自以为是 洋洋得意 但表演了一番 只能是自娱自乐 并没有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 是一个所谓的重大突破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时日回应称 台军机绕台与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近来不断发表具有两国论含义的分立言论 加紧策划台美勾连新动作 借机谋独有关 抽长根表示 马晓光的讲话明确地指出了 民进党冲击两岸关系带来的严重后果 直指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作 其背后险恶用意 即想着为突破更高层访美作业试探 包括试探大陆和美国 美国一些反华清台议员 也想着试探大陆有何反应 现在看来大陆定调2020 两岸关系更加复杂严峻 这是完全正确的 抽长根说 实际上不论是蔡英文打电话给特朗普 还是赖清德以所谓还没有就职的 副领导人身份 窜访美国 在美台关系中 都是属于打擦边球的小动作 根本的核心问题就是 民进党当局以美抗中 与美国以台制化战略的相互利用 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是优先的 绝不会为台湾卖命 美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 也不敢轻举妄动挑战底线 这一点民进党没有看清楚 抽长根表示 民进党应该好自为之 不要把台湾人民绑上台独的战车 作为台湾民众 头脑更要清醒 不要跟着民进党玩火 大陆军方警告台独 震慑台独 亦算相当克制 但为遏制打击台独 必将会不惜一战 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一个中国框架被打破 大陆决没有妥协的空间 如果武统也必将严惩台独战犯 中国大陆已经具备反制与 报复任何试图分裂 中国的能力与实力